最後就是因為我們講了很多宅生影片 好像這半的宅宅影片 把宅宅的一些出現像 然後到後面就把這些增加按照 這樣做的情況 然後再加上幾天的 天氣片會不會輸出更多的複合 複合的話就會讓它更均勻跟時間上 那前面提到的複合的話就是 直接人性的半導師把複合為主 那上次的最後的話就有特別提到說 當這個半導力材料是屬於 間接冷系的半導力材料 像是錫這樣子的半導力材料的話 它的複合跟家電材的那個複合量是在不同的動量之下的話 那他們這邊的複合中心的變速跟家電材的變動 它是沒有辦法直接複合 因為它有一個動量的偏差嘛 所以它必須藉由這個叫做複合中心的這個東西來組 複合中心的話 我們上次也提到說 當我們把這個複合中心的觀念把它引進來的話 那它其實就是 跟那個導力材、加電材這些電子電動感的那個複動的話 大概可以看到它可能就是 底下的四個星星 那當然首先第一個的話就是說 如果導力材料在這邊的電子它跑到這個 在本系中間的這個複合中心的這個 複合中心的這個複合中心 這個複合中心這樣子它跑下來的話 它會讓原本複合中心它 一開始還沒有被佔據的時候它是電重心的 那一旦導力材料在這個電子跑下來的話 它佔據在裡面之後呢 它整個就是呈現了一個 帶出電子這樣子的那個情況 那我們就把這種電子從小電代複桌下來的那個情況 它叫做電子的複桌 或就是那種感覺 好 那我們知道這樣子的概念之後 我們要完成我們的電子電動對 就是剛剛我們前面這一頁 提到它的這個 宅子的複合的話 我們剛剛提到說它沒辦法直接複合掉 所以我們最終是希望說這邊的電子 可以看一下這邊帶著電動 電動兩兩複合然後兩兩消失這樣 所以我們整體的那個流程的話 除了第一個 這樣子這個電子線跑到複合中心之外呢 它在這裡Stay by之後它會跟下面 家裡在這邊的帶著電動 進一步的去複合 比如說這個電子在進一步的釋放那樣 往下跳 它往下跳之後就是兩兩複合 兩兩消失 那這個時候的話它的複合中心 你永遠回歸到那個電中心的那個星星 所以我們結合這個 Beatron Country跟第三個 Hall Country的話 它是完整的那個 對於這些人性半導力才要 我們要讓它的那個電子電動對複合的話 必須這兩複合把它組合起來 但第三個這個情況的話 還叫做電動複合 當然我們知道說它其實 並不是就是說把這一顆的電動 往上拉抓起來 可是它實際的效果很像就是說 就會有一顆那個電子 暫停在這個複合中間之後 感覺把這個呆震電的電動 然後往上拉 可是我們知道 這個世界其實是電子 在繼續的往下跳 跳到下面的那個 加電帶的部分 OK 那這是從上而下 那當然如果從下而上的話 對漸進的性格 要提示 還要如果說 我們原本在加電帶的電子 想要掉牽到導電帶的話 那它當然能量也是需要 然後這樣切成的部分 那個步驟來完成 那當然就是剩下的這兩顆 就是可以來充 充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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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次針對那個間接能性的半導體材料的話 它的栽質的複合 或者說電子電動隊的產生的話 其實就是需要有這樣子的複合中心來幫助我們完成 那當然這裡它這種 屬於間接的複合的話 它同樣也會有一個複合數 那你有沒有看到說 這一點串子的複合數 這看起來好不少 還有一個太多可散 如果你對過期的東西 就要分本的話 就定義還有整個推導的過程 可是我們這裡的話 其實我本來的重點不是 反正說整理廠 它這個複合系列把它計算出來 我們知道說它會跟哪些東西有關係 根本這裡有標籤這個 移椎的 移椎的能量人間的位置的話 其實只能說你前面的 複合中心它在我們人心當中 它不同的 你可能不同的材料的話 它的複合中心在人心當中的位置是不同的 所以它也 位置不同的話 為什麼會去影響到我們的複合數量 那它比如說 它那個 從下面要跑上去的話 它還是要吸收 這樣子的能量才可以 它就從上面跑下 我們之前還要釋放 我們這樣子的能量才可以 跑到我們的複合中心 所以這個複合中心的位置的話 也會去影響到我們的 整個複合的輸入 那它當然是其它 包括對它的一些 這個輸入有關 還有它整個 複合中心的一些 物貨界面 帶起來有關 那我們就把這一查出來 其實我們可以把它先換成 最後這項 就是說 前面這個VTH這些 跟底下分母這些 我們把它 那個 組合起來變成一個 一個套皮 那我們這裡 我們就可以跟我們前面 那個 27頁的 直接複合的情況 然後去把它串起來 我們在 27頁這邊提到 它就是說 當我們在這種 直接注入的時候 那 有複合的複合金 也跟複合金 跟複合的輸入 跟複合的輸入 跟哪些東西有關 它跟 底下就是 超數栽子的 生命周期 那我們來跟 跟什麼 就跟 它在這 比這邊的濃度高出來的 那個超量 超數栽子的 那個濃度的大小 有關嗎 我們在 直接複合的時候 知道說 它有這樣子的關係 什麼 那我們再回到 這邊這個 漸漸複合的這個 這個 這個事實來 你看它最後的話 把它 那 前面這些呢 把它簡化成 逃避的話 現在逃避的事實算是 這種 漸漸複合的 超數栽子的 生命周期 那它同樣 表示出來的 這個事實的話 跟我們前面 之間複合是很相似 那當然這裡的話 它就是會取決於說 我們複合中品 它在演繹當中的 一個 能接 那個位置其實 跟它很大小 就是一個 好 那這邊的話 就是屬於我們 那個 漸漸複合的一些 討論 那 關於複合的話 其實還有底下 這邊的這個 表面複合 這個講表面複合 我們等一下後面 有一個例子的話 也會 就是稍微來討論一下 這個表面複合的話 就是說 我們知道 材料的話 原子跟原子之間 都有漸解 那就是說 每一個原子的話 那個細的話 只有90個的原子 它就會用 公家卷 公家卷 讓它們那個原子跟原子 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那當我整個材料 形成在最表面的時候 也就是 一定會有最表面那一層 那最表面那一層的原子 它其實 會有這種 就是 它有部分的漸解 它是 沒有辦法 它上面是沒有 那個 拉出那個 其他的原子 因為它就是最表面那一層 那這些 懸件的話 其實就是 等於是說 半導體材料裡面 那個 複合中心的其中一種 因為就是說 等於是說 這些懸件的存在的話 會讓表面 有很多 複合的情形發生 所以這樣子來看的話 就是說 表面既然 它有很多複合中心的話 但它 複合的現象 越 越容易發生的話 它表示說 它可能在相同的環境底下 如果去比較 表面 跟比較深層 再放在一起 還有內部的那種 那個 那個 災子的那個特點的話 就是說它表面的那個 那個 複合的情況比較多 所以它 到時候 我們可能會看到一個例子 就是說它的那個 災子的 濃度大型的話 其實在表面這個部分的話 會是比較少的 那 主要對我們就是說 它是有大量的 複合的東西存在 我們的 半導體材料的表面 OK 所以到這邊 我們想同學 有沒有說 你們這邊的話 剛剛 我們剛剛在 一開始 給大家稍微 提到說 我們前面那種 複合的情況 再把三個 八個這種 漸漸的性 半導體材料 它的複合 類似複合作品 這樣子的觀念 再把它移進來 好 那接下來這一段的話 這個 連續方程式的話 算是我們幫 這前 前面幾個禮拜 學的 包括在這個 飄移擴散 產生 跟複合 稍微做一個 總結 做一個整理 那我們嘗試的用一個 叫做 連續方程式 這樣子的東西呢 我們用一個式子 來描述出說 到底這個 半導體材料 它的那個 宰值 單位時間裡面 宰值能夠有變化的話 它是跟哪些東西有關 所以首先 我們來先來看一張 就是說 剛剛討論這個 連續方程式的話 它就是準備 一塊 半導體材料在這邊 那它半導體材料在這邊的話 它就是給它內部 有一個 具有的電廠 就是說 以這個例子來看的話 它右半邊 建立的話 左半邊這邊 它建了一個 再帶正的這個 這樣子的 可以壓在它的這半邊 所以電廠方向的話 應該是從 左邊往 右邊去指 所以 這樣子的話 有一個均勻的電廠 從左邊往右邊指 這樣指過去的話 那我現在想要觀察說 它內部在 這DX這一小塊的 半導體材料裡面 它這內部的話 它的 那個 電子 電子它變化的量 變化的程度是 怎麼樣 那首先我們要先來 再瞭解一下說 到底電子 會往哪個方向跑 那電子的話 當然就是說 這裡有一個 帶正的一個 平壓在這邊的話 那當然 你電子的程式帶 電就會被 這個平壓素吸引 所以電子的話 它們大部分都會 朝這個方向去移動 因為那邊有一個帶正 它會往前去移動 那從這個DX這個方向來看的話 電子是不是它會在這個 X加DX的 這底下是它的座標 就是說 在這個位置的話 叫做X 那在這個位置的話 它的座標是X加DX 因為這一小段距離是DX 所以 它的電子既然 全部的半導體材料 整個半導體材料 都是從右邊往左邊去被吸引 然後被去走的話 當然 它 會 在這個X加DX這個位置 進入到 我們灰色的這一小段範圍裡面 它從這邊進入 進來到裡面 OK 那它進來到裡面之後 它還是持續地被吸引 所以它會在X這個位置呢 離開我們這個灰色的 這個範圍裡面 所以它就是一部分 從這邊進來 然後也有一部分的話 是從這邊出去的 所以 宅子的流動 宅子的移動 對電子來講的話 它就是這樣子 我們就放在裡面 然後所以在這邊進來 在這邊是出去的 那你可能講說 那老師剛剛講說 這邊進來 那為什麼它下面 標示的箭頭 是這個 沒有畫像的太陽 其實它 下面這個箭頭 就是說我們剛剛 宅子的這個流動 所造成的 電流密度 那我們宅子 電子從這邊進來的話 造成的那個電流的方向 其實是這樣子 從左邊往右邊 是沒有錯 這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你要知道說 這個箭頭 雖然表示說 電流密度是從這邊流出去 可是實際上 什麼東西造成它的這個電流 比如是電子 進入到這個 X這個造物裡面 那我們等一下後面會討論的話 其實我們一樣 不是在講這個電流 因為當然我們還是 式子裡面還是會用到它 可是我們現在要講的那個角色的話 是要看說 到底這塊灰色的體積裡面的話 有它的那個 電子 那個樹木變化的量 樹木的變化的那個程度的話 是怎樣 那當然流進來的話 是浪漫增加嗎 從這裡流出去的話 就是讓電子減少 這樣子的那些情形 好 那除了 這樣子 因為我們家的這個 偏壓造成它 電子有這樣子流動 增加減少之外 其實還有另外兩個 之前講到的 會讓DX這個灰色的體積 在一次速度增加或減少的那個 的現象 包括就是說 那個 它可能在裡面 你對這塊灰色的電機能 對它造光 或者是給它其它 什麼樣的話 它就會在裡面 產生電子電動對嗎 所以 這些產生電子電動對的話 一樣能是會讓 可能能夠在這塊 體積裡面 在一次速度 特別是對電子的 電子數目增加的其中 那相對來說 它在這個範圍裡面的話 它也有可能會 電子電動是 兩樣負荷 兩樣消失嘛 所以 這邊的話 就會就是 可能會有一個 負荷的那個 那個 切線出現 然後讓這邊的那個 電子數目去減少 所以 如果我們稍微來 那個 來 整理一下 就是說 綁通整一下 雖然這邊我都寫得很清楚 稍微 加註一下 就是說 到底 我們在這個VX 這個體積裡面呢 會造成說 電子數目增加的 影響 好 通常 我們是在這個VX 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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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就是這樣子 我們讓這個小體積呢 它的裡面的電子數目增加的話 就是我們在裡面這邊流進來的 還有我們可能鐵汗地溝核外流量 讓它產生電子變成的 這兩個都是讓這個體積裡面的電子數目增加的兩個來源 那讓這個體積裡面的電子數目介紹的話 就是說它從這邊流出去的 還有比如說它在這個體積這個空間裡面 它跟另外的其他的電動複合掉然後兩兩消失 這些就是個別就是說這四種現象 當然就是他們可不可以讓它的那個 這個體積裡面有增加以及減少的那個情形會發生 好那我們現在就是要來進入的 我們這四個現象來看一下 這邊的話當然就是說 第一個我們想要看說它的整體來講 它電子數目的變化率 變化的程度的話是怎樣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那個這個軟式 左半邊這個這個 它表示什麼意思 我們知道說這個N的話 N代表的是電子的濃度嘛 就是電子的密度 那所謂的電子密度的話 那所謂的電子密度的話是 單位體積裡面的電子的數目 那我現在是要講就是說 在剛剛那個DX 包含裡面的電子數目 所以我必須要把這個濃度呢 電子的濃度乘上那個灰色的那個 那塊的體積的大小 然後因為我們知道說它的整個結面其實是A 但是段的長度是DX 所以這個灰色的這一整塊的體積就是A乘上DX 那我們就把這個濃度乘上它的體積 我要當然指的就是說 在這個體積裡面它的那個電子的數目 那我們這裡有一個partial體積 前面再加一個partial 就是說在單位時間裡面 那這個灰色體積裡面 它電子變化的數目 那個數目到底是增加幾顆 或者是減少幾顆 所以這也是這邊的話 就是說在單位時間裡面 一些電子數目的變化量 那電子數目的變化量的話 我們就把剛剛前面那一頁 就是或者是老師在大概這邊跟大家講的 這四個東西把它寫進來 那當然分別就是說 照著它增加的就是1跟3 就是老師對 不要1、2、3、4的話 我有寫在就是剛剛底下的那個方程式的上半位 就是說第一個這裡是流進來是讓它增加的 那第三個這個產生也是讓它增加的 所以增加的話就是依這個 這一整項呢 我們把它跟剛剛出現裡面的那個電流密度 把它那個 一起把它串起來 就是說 這裡的話 雖然 雖然就是說你整體這個1 包括帶這個前面這個幅畫跟底下這個負Q 整個整體看起來哇 其實是一個正的一個像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為什麼它要這樣子表示呢 你看它這個電流密度的話 電流密度乘上這個介面機的話 就是我們的那個在X加DX那個地方的電流的大小 那我們電流的定義就是說 總電量去處理單位時間 所以我們這個再把它處理哪一個電子的那個基本面對的話 其實基本上就是說我們在這個位置 它的那個電子數目單位時間裡面的變化量 那我們這裡為什麼會有一個 前面它帶一個負Q 它主要的意思就是說 嗯 就這個 我好表示來看的話 它電流是流出去 所以流出去的話 理論上它電流是 並不是說真的是 這個增加的量 那我們 流出去的話 我們等一下補一個負Q給它的話 其實整體來講的話 就是剛才問整體 它其實是讓它增加的 是一個正的一個數字 也就是說 實際上也是那麼多的電子 可能進入到我們這個灰色的這個小皮膚裡面 可是第一個讓它增加的成分 那第二個讓它增加成分的話 就是三整個就是增加的這個增加速率 那我們增加的這個速率的話 我們在前面的那個內部 我這邊講到的話 還是拿回來看一下它的利益 這個產生 這個24額這邊講到這個產生速率的話 是單位時間、單位體積 它的電子電動對產生的量 所以它是單位時間、單位體積嘛 那單位時間、單位體積的話 當然我們在這個方程式裡面 我們這邊是單位時間裡面變化 所以我們等於後面還要再產生一個體積電 那才是這個單位時間裡面 它的電子電動對增加的那個產生的那個速度 那當然電子電動對增加的那個輸出的話 我的電子就增加幾顆 所以這裡的話 第3的這個就是產生的 產生速率甚至它的這個力小塊體積的話 你是單位時間裡面電子增加量 這是一個問題的 所以如果你1跟3看懂的話 那剩下的2跟4的話 就是讓它減少的那個成分 分別就是說 讓它減少的話 就是電子在x這個位置呢 它減少的它減少那麼多分的話 你是用你的電源電路乘上這個 減面積在處理這個電子的東西 等電量的話 就是它減少出去的量 以及後面的話 複合 那複合數量的話 一樣也是單位時間單位體積 複合的電子電動對的數目 那你一定要用一個體積給它的話 就是單位時間裡面 電子電動對消失的那個數目 所以我們這裡的話 就是這整個式就是這樣子的 所以你在看這個式的話 你就大概這樣一步步看 先去搞清楚 因為我們這裡 一開始學到的話 都會比較多 因為為什麼我們還要 後面塵上這個面 要體積給它 主要的原因就是這個 那個電子的話 它的定義是單位體積裡面 電子的數目 而我們這邊的話 是要去 考慮這個電子的數目 考慮這個體積就是這個幾分 好 那現在既然這個式子 我們已經看懂了 在單位時間裡面 電子數目的變化量 那我們現在進一波的想法 中跨物裡面這項 我們想要把它稍微簡跨一點點 那稍微簡跨一點點的話 我們要用到一點 那個太熱極速的那個展開 因為我們知道說 對一個盤式來講的話 它的盤式裡面 比如說X加DX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拆解成這樣子的 那個極速圖線多項這樣子 也把它加裝起來 那其實可以用前兩項 來做為它的近似 就是 這個JNX加DX的話 等於是後面這兩項 那我們這裡的話 就是要試圖的 把這個狀況 我們看能不能把 這裡有兩項的東西 把它化解成只有一項而已 那老師在那個 那這邊稍微 稍微來看一下 你們看到底這裡 這一部是怎麼去 去檢況 首先這個中華骨 這一下我先把它分過來 大概就是 負Q分之 JNX 好 那當然我們就會說 習慣看到這裡有一個負Q 我也想要 想要把它 這個負跟負 把它 那個 抵消掉 就等於是把它 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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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後負外一下 你可以是說 這裡負個很抵消掉 要讓它變成正 就把它 放在前面 那後面這邊的話 就把這個負負把它拿下來 好 那當然這裡接下來的話 我把 Q分之間把它提出來 那 剩下的 提出來之後 剩下的 那個 中華裡面這一項的話 就是我們 底下那個 極速那邊有關的 這個 這兩項 把Q分之間提出來 就變成這個 那變成這樣子的話 接下來就是說 因為我們知道 它展開的話 就是 JNX加DX等於 近似於 JNX加上 這個 跟Path的關這項 那你把這個 剪過來的話 就變成這樣子 那 這一整項的話 是不是剛好就是 我們那個 這裡中華裡面的整項項 所以 相對來說 我這裡順便把這個 原本 連續放的是 裡面的這個 石子呢 這個中華裡面 改成是 跟Path的關的 這個 就是這樣 Path的 Path的 Wix PX 我們就可以把它 簡化成這樣子 好 那簡化成這樣 然後我們這個 石子還沒結束 就是說 我們等一下的話 就要把 把它 這一項把它 帶進來的話 那 帶完之後呢 你應該 譬如說它這邊都有 那個 APX寫 不然我一定要把它 換成 把它寫完 大家可以去看的時候 我們可以知道 我們會比較 先進去 這個 連續放生室的這個 單位時間裡面 它的這個 電子的變化 變化 然後 前面這個 那個 裝飽 那一層這樣就給我把它 先發送 這樣就知道 這樣就知道 那你會發現 所有的 影像 其實都 承造 我們這個 那 你會發現 自己的這個 所以其實到時候 都會有辦法 一直都直接約掉 在這裡就都 我們那個 項目的 最項目的 是 影製的 所以 你現在已經知道說 為什麼它可以 把 乾燥機裡面的這一陣子 把它淨化成這樣 就是說 把中後這一項 因為我們這個 台南的基督展開了 一個近似的 淨化成 淨化成這一項 那 淨化完之後 再把它 帶進來 再把它的所有 那個體積 把它約掉就可以 等到最底下的這個 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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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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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быть 好 好 OK,好,在這邊的話就是你看看可以 直接最後的話就是把這個切除 待會期間裡面看到這個 比較多的電化電化 然後就是可以解決一下這個情況 那相對來說我們剛剛 這個調整的話是對電子嘛 那對電動的話其實也會有廢似的情形 如果這個詩子要稍微修正一下 因為如果直接對照這個詩子的話 就會發現說它插在這邊插一個符號 那其實你從它的這個路線看的話 同樣就是說加這邊加正電化 那剛剛我們是對電子來講的話 電子會被這個正電鋪鎖信 它會做變化 那當然電動的話 裡面有相對來說會被這個正電做彈刺 所以它會變成是從左邊往右邊區域被推動 那當然這個時候的話 然後同樣如果是針對這個灰色這個體系裡面 電動它變化的程度的話 進去到這個體系 那相對來說就是從X這個位置電動鎖進入 那它在XX這個位置電動鎖是出來的 所以當然除了這樣子之外呢 我們在中間的這個中號路對那個電動鎖 當然除了就是這兩個位置對調之外 它底下的那個單位電動鎖也會變成是這個區域 所以最後出來的那個情形的話 所以這邊就會說這邊會查一個符號 好 那我們的連續方程師到這邊其實還沒有清楚 因為我們這裡注意到它最底下這邊 對不對我們剛剛在展開這個項 它是在這樣子偏壓這個電場底下 它的那個電流密度有沒有看到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就要把這個電流密度 用前面學到的就是 21頁這邊的這個式子這個JN 我們把JN的這兩個加動鎖 包括跟那個牽引率它的電場有關這一項 還有後面這個擴散有關這一項 把它這個加動鎖把它帶進來 我們後面的這裡的那個 有一個剛剛就底下出來的這個JN 把它帶進來 那這個JN的話其實包括那個 包括這個N還有這個E的話 其實這兩個東西的話 都是我們那個X的 所以你如果回到這個式子的話 它對X來做偏文分的話 其實等於是說 這裡的話會讓我們那個JN的前面那個 標準電流的那一項 它會把它分解成兩部分 那我可能這樣就是 最後我可以拆解成這樣 然後我一定要來 等大家看一下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那當然我們有些東西是零件外 很漂亮 我們這些同學已經都做我們那個書 都覺得需要A時間 不然我們把它擦掉 OK喔 因為你可以設定 有這些事情 做得不好 和這個事情 為我們可以做一種 我知道 做得好 所以我可以當場 我打造成這樣 就是那個阻尼的 檔子 就不要擔心 那在我 我這次是在PG-BioNTXL裡面有那個少數在電子 所以就跟我們前面的那個阿熊那個是一樣東西 那我這邊差的也是差在就是說 我的那個JN的用我前面的SEA的那個那兩項帶進來 所以帶進來的話就是這裡小貨這裡很難畫畫 這樣扭橫然後再讓它的那個少數在此的容度上下 就是電廠再加上擴散有關的這一項 好那這裡的話我們剛才提到說其實 畫畫一個 然後還有這個E的話 這兩個就是那個X的那種 所以所以編文文化的時候其實今天這一項 這兩個畫畫看說被拆解成是兩項 對 由於這則是有關的 對 我現在是有關的 就是因為我們我們是在說的 餐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們把前一頁最底下的J跟小胖 這樣把21頁整個帶起來 那可能是說這兩個它都是算是X的函數 所以說你前面對X主義結尾分的話 小胖裡面的第一項的話會拆解一下這兩項 因為它各別都是應該可以使用冠軍的能量 那當然這個的話 這個原本就是有一次尾分的 然後就變成二次了 那後面這邊的話它的這個RN的話 其實就是我們上個禮拜最後講到那個 淨複和書衣整體的淨複和書衣 所以它其實它是前面講到那個U 所以你又把前面講到那個陰莖或書衣的那個 那個絲把它帶進來 所以就會變成是你這樣子 這裡的臨場穿 所以你會感覺好像變成很像 主要這一點是在於說前面那個絲 有兩個都能夠吸入過來 所以它會開始很像 好 那當然是對那個P型發展的 少數再次變成的話是這樣 那如果反過來在二型發展裡面的 少數再次變動的話 那應該是把前一頁 最右下角還可以試製 然後把變動 就是二十頁的變動那個 是 帶進來 那當然這裡也是要注意 所以說這個變動 然後我們要講它的那個擴散 就是我們這邊其實是帶一個不同 所以這裡帶進來的話 應該也是要注意 所以帶進來 然後稍微 那個整理一下之後 應該是可以看到 以下的這一頁這樣子的 一個細節 所以這邊的話 就是對一個辦公室來講的話 它少數再次 在待會時間變化的程度的話 我們可以用 我們可以用一下這一頁 來表述它 來表述它 OK 那當然就是說 除了 少數再次除了 呃 在 半導體台裡面 要滿足這邊的實質之外 它還要 滿足下面這個 收音匯位選操作 觀賞式 就是說 它 電廠 在不同位置 變化程度的話 對 這個 UOS就是空間電 才能進去 輸入它的 界線層 那我們這裡的空間電 二元的優化其實就是 我們在這個 半導體台裡面 所有的那個 宅子 還有我們所有的雜質 有一定化作的那個 雜質粒子 它們的那個 在種 和滿加種起來 那當然就是 它的路基在 極細的化理前面就是 有附影證這樣子 那就是利用前面的 這樣子的關係事情 講一下 那個 發生的關係事情 還要再加入一些 適當的編解條件 那你就可以 去解除這些 連續方程式 然後就可以回到說 在半導體台台裡面 不同 X不同位置 它的 宅子 大小 那我們底下這邊的話 等一下會有三個 例子 來說明一下 這樣子的那個 清晰 我們這三個例子的話 就像龍老師剛剛講的 就是說我們藉由 剛剛的那個 連續方程式 還有就是說 一些相 相 就是不同Case 不同的那個 條件給我們的話 我們要去解除 不同位置的 那個 少數再次的濃度 比如說 我們如果看結果 來看的話 我們這裡之後 會得到一個結果就是說 我們把X不同 X的位置 帶進來 帶進來之後呢 你就可以得到說 在這些位置 它的那個少數再次 濃度的大小嘛 所以我們現在 第一個我們要針對 第一個 例子 來看一下說 在這樣子的情況底下 它的 這些少數再次 變化 那當然 以這個 例子來講的話 它是一個 那個長度 所以無限長的 那個 那個 一塊半導體材料 之前上次有稍微 介入到這個 剛剛沒有看 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話 有對於 它的這個 左半邊的這個 對它去 去照光 也就是說 如果額外的能量 進入到這個 介面的這個表面 那當然 從這個情形的話 就是說 我們知道 如果表面的這些半導體材料 都吸收了這些 照鏡料的這些 光的話 那當然它就是會有 大量的那個 電子電容會出現在 所以在我們的表面的這個地方 所以 這樣子的話 我們還有 就是說 額外的做一些講師 就是說 如果這塊半導體材料的話 它照光是只有這一點 那它後面就是 無限延伸那邊的這個 材料部分的話 它是沒有照到光 所以 那在X大一點的位置 就是說 除了在表面之外 其他部分的話 我們是假設它是 你採生 就是說 它不會有另外的電子 在這個地方出現 但就是 就這個X大一點 就是它的一個 角色的這個 頂端 就是說 嗯 為什麼這一次 你採用 就是跟你講說 光只有從這邊造成 其他地方 也沒有照破單 就是不會有一個 才子 才會產生 那另外的話 我們也沒有針對這個 半導體材料去施加任務的電廠 那就這兩個條件 這樣子的設定之下 我們其實就可以把 我們的 前面在這裡 剛剛最導出來的這個 應該是要用下面的這一個 使用的這一個 正對 而且 半導體材料裡面的電動 來講的話 既然它在X大於0 就是0電廠 然後 還有比如說 它是 0產生的話 那 那跟電廠有關的這兩項 是不是就 因為電廠是為0 就不見了 那既然它有一定產生的話 這個g也不見了 所以就只剩下 這個dp的這一項 還有最後面的這一項 所以你能看到 可能這個事實的話 就會 為什麼只有這兩項 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case裡面的設定 就是這樣 那在X大於1的時候 是不會有產生 所以g我們兩個都不見了 那0電廠 那前面跟電廠 不然那兩項就不見了 所以那個連續放電視 就簡化成這樣 而 在這樣子 照光持續一段時間之後 它達到一個 穩定的狀態底下的話 它的那個 在一起的變化量 是會是唯利的 因為就是說 你每個穩量都不定不變 它慢慢就會達到一個 穩定的狀態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第一個 那個 就是把連續放電視 慢慢簡化成這樣子的一個 得到一個這樣子的式子 好 那除了這樣子的式子的話 然後其實我們還要再加入一些 電界條件 包括就是說 它 在 x.0的 這個位置 我們假設它的那個 最表面的那個 宅子 就是pn0這樣子 很大的 是一個固定的定值 那 以及它 X 虛勁無窮 也就是說它已經往後延伸很遠的地方 其實我們知道說它會慢慢回歸到 它的那個熱冰難度 因為你 額外產生的這些宅子 它雖然慢慢會又慢慢去擴散 可是它在擴散前進的過程當中 它會被周圍的多數宅子給複合掉 所以複合掉的話 當然就是說到越 這個圓頭越遠的地方的話 其實那些 額外產生的那個少數宅子的話 其實就是都已經量都已經減到最小了 所以它會回歸到熱冰難度 那就有點像 在最 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在這裡講到的 類似的觀念 就是說 雖然我們這裡講的是那個時間 它時間是慢慢會回歸到熱冰難度 但是我們這裡的話 這裡的話是X是位置 就是說 它離這個圓頭越遠的話 它一樣也是會 額外產生這些少數宅子的話 一定會慢慢回歸 所以離它超遠的地方的話 就會回歸到這個熱冰難度的大小 好 所以我們就利用這兩個別的條件 其實在最表面的時候 它 呃 在這裡就是PN 放號0 那最回 離它超遠的地方的話 它就會回歸到這個PN 這個熱冰難度 一起搭配我剛剛在穩定動態 它的這個 那個 連續方式 可以把它進化成這樣 而它舞台的話 在一起變化兩位裡 你就可以去解除 最底下的這樣子的這個 這個事實 那當然我們這裡我們 包括就是後面兩個歷史 我們要去詳細的區域 知道說這樣子 就是解 怎麼去進行這個過程 我們只是要知道說 到底它的最後表現出來 我們今天得到什麼事情 就透過這個這邊的解法 我們可以得到說 在不同X 你把它帶進來的話 你知道說不同X的位置的話 它當下的那個少數再次的程度 我們都可以用這邊最底下的解錯 我們這個式子來表示 那最下這個式子的話 其實我們有多介紹一個新的東西 而這個新的東西其實也是滿重要 它叫做擴散長度 而這個擴散長度的話 其實就是我們在減的過程當中 它會得到這個根號DP套利 也就是跟擴散系數有關 還有這個少數宅子 它的生命周期 就是這個沉積的Packet-Albon 就把這個兩個相材型Packet-Albon 並叫做擴散長度 那擴散長度在物理意義來講的話 就是說代表就是說 我們剛剛原本在原本這邊 額外產生的一些少數宅子 它會一直往右半邊移動 那它總超過一定的距離 所以你知道它一直腫瘤 一直被複合掉一直減少 那超過這樣子的距離的時候 其實它那個少數宅子 它增加之間幾乎都是已經被複合掉了 它都已經是 可以說實際上是微圖主導了 它幾乎全部都已經減少了 所以這個擴散長度的話 其實我們第一個要知道它是 其實就是可以這兩個相材 可以跟它這邊稍微輕一下 那它的物理意義就是說 當然它總超過這樣子的距離的話 其實那個增加的量的話 都已經慢慢的 被複合消失掉了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 第一個地震局 一個這樣子無線延伸的 半導力材料 讓它最表面的時候 照光然後又產生的話 那我們可以透過這個H-Packet-C 其實還有幾個兩個電視的條件 這樣子帶進來去結束說 它在不同位置的時候 小數宅子的變換情形 好 那第二個情形的話其實是 類似我們剛剛第一個例子的一個特例 就是說 它把剛剛那個無線延伸的那個 那一整塊長條形的半導力材料 把它的結成 它裡面只有寬度 只有大度這樣子的一個半導力材料 而且它 它是做這樣子的假設 就是說 我們同樣也是對 左半面這個面的去照光 那它當然應該在照光這個 有在一起 有在一起的 有在一起的 那你設定就是說 假設所有的這個少數材料 在X-W 就是這個半導力材料的 鏡頭尾巴的這個位置的話 它這些 額外產生的人 它都全部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某種目的話 把它全部都吸出來 然後讓它 在X-W 這個位置 就直接是我們 那個 熱銘的部分 對 所以我們這裡的話 等於是改變我們前面的邊界 因為我們前面的邊界 我們看的話 是 就是像這兩個 在X-W的時候 我們可以一起 X-W 不詳大的時候 它的 差別 就是差別 X-W 就是 對 那當然 這裡的話 我們從它能夠做一切出來 跟這個 結果開三線 可它 就是說 有這種 就是它很簡單 就是說 代表我們說 代表X進來的話 你就可以得到 它在某種位置的 那個度的大小 那我們為什麼要講 這兩個例子 其實 講這兩個例子的話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說 我們透過這樣子 連續方式 還有電競 可以去抽解 不同位置的少數材料 那我們為什麼要得到 這些少數材料 包括就是說 我們這裡可能 我們這個PN也好 或者說 我們剛剛的例子 我們這邊的 這個PN也好 你如果把這些PN 把它帶起來 以下的這一個 我們前面這些 很熟悉的 這個 擴散 擴散電流的 那個 密度的 大小的話 你就把這個PN 把它帶進來 那你去解的話 其實就可以得到說 因為 這樣子糟糕 然後在這個 或者擴散電流 的大小 所以我們就得是 通過這些 那個 少數材料的 分布來 給自己一個 去求解說 那因為這樣 基本的 我們可以去造成 擴散電流的 成分 好 那最後這個 這個 這個 例子的話 是一個 一樣是一個 包裝的 那個 半導體質量 那它這裡 照光的話 就跟剛剛前面的 那個 情況稍微不一樣 它是 比較像我們可能 三個半講到 它就說它是從上 而現在這樣子 均勻的 照下來 那如果我們這裡的話 就要把我們 今天一開場 稍微講到 就是說 半導體材料表面 也只會有很多 懸件 而這些懸件的話 都是複合中心的 那代表的意思就是說 在這個表面的話 當然 當然 我覺得它連結一點的話 其實這裡表面的話 也是會有一個 那個 那個 懸件的那個 純散 不過它這裡的話 它底下的 討論的話 其實都是假設這邊 會有那個 那個 複合中 它這裡 是有假設到 所以這裡的話 我們也許可以把它想像 這是一個 無限面色 而且所有 我們所有的那個 那個 半導體材料就是 居民從上的下照光 那我們單純是討論 左半面這一點 它能夠 鎧面複合的程式 所以 表面這裡 如果 左半面這裡有可能 比較嚴重鎧面複合的話 當然 就我們 上個禮拜討論的 那個 CASE的話 我們之前討論的 28時間討論 就是從上下 均勻照下來的時候 那它 過一段時間的話 它的 內部的 少數實在的濃度 會從原本 那個 熱冰的濃度 增加這個 DELTA DELTA P 這樣子的量 那DELTA P的話 就是跟它的 層次處理 以及它的 生命周期的關係 它會一直在 可以往上增加 這個 這一條線 那 這是均勻 我們在上禮拜 這裡的話 我們還沒有考慮到 有沒有 那 現在呢 我們要把這個 表面複合的 接近 所以說 你看看它 左半邊這邊的話 它是 還沒有收到表面複合性 所以它的 那個 少數實在的濃度的話 就是從 軟轉的熱面 增加到 這個藍色的 G的 線上 那你看它在表面的話 既然有比較 有容易 或有複合性 發生的話 然後你看 那個 少數實在的濃度就會 往下降 往下掉 那這樣 往下掉的話 其實就會造成說 它的那個 Bug 它本體主要的濃度部分 跟 Gap面的部分 比較小的話 這邊 右半邊的濃度應該是 比較多 中半邊的濃度 所以 它這樣 濃度的濃度的話 一樣會造成說 我們的少數實在是 會從 右半邊 往它的表面 去擴散 而這樣子擴散的話 同樣的 會有一個 那個 擴散的那個 成分的部分 那當然這裡的話 一下這邊的話 我們就 我們進去討論 它說 因為它的 表面的破處 假設是 一個 這樣子 的話 這裡有一個 然後這個 有一個 這個 S 這個 S指的是 它表面的那個 複合數 那我們就去 他就告訴說 那這樣子 因為 表面的濃度 比較小的話 那這個 如果說 就是造型 它有一個 擴散電流 那在這裡 如果同學有比較 熟悉的話 你會注意到說 我們是在講話 那個電動 它這邊 原本電動的靠散 譬如 我們是有一個 符號 不過我們這裡 特我們這裡的討論的話 就是討論它這個 存量 因為那個正末 主要是那個 那個方向的關係 我們現在只討論這個 存量 那它 這個 擴散電流的 大小 會跟這個 表面的 複合數據有關 所以這樣子的話 當然就是說 你稍微比對一下 最底下的這個 獅子 跟 剛剛講 第一個例子的時候 這個獅子 它是不是 差在 老師有特別把 用反正方向的 這個區域 因為我們在第一個 例子的 那邊 譬如說 它 在後半部的話 它都沒有照動 它都沒有掌聲 而這個例子的話 它光是從 上而下 居立正照下來 所以其實它在 後半部這邊的話 還是會有 很強勢的經驗出現 所以我們 如果去方程式的話 這個區域 還是必須要 不給它 OK 那同樣 它就是把 這邊的這些條件 把它 帶進來 然後 秋結王之後 它一直可以去 求有說 它在不同位置的時候 它的 可不少數三次的 大小 那 我們解出來這邊的話 當然我們 我們就不懂 要在這裏 解釋 那個過程 就是我們 主要繞拜的那個 重點 得到這個結果之後 我們討論兩個 比較極端的例子 特別就是說 這個S S的話 它是那個 表面的複合數率 如果表面的複合數率 趨近 也就是 它的表面這邊 原本我們是 假設它會複合 那趨近 就是複合的情形 是 沒有出現的 那如果沒有複合的話 其實 它在 最表面的時候 它的那個 少數在這裏 這個大小 更後面都是一個 一樣 都是一個 能力連論的那個 熱比的能力加上這個 逃P區域 那 這裡的話 當然你一樣可以 從這邊抽筋 就是這個 你把S的用力 把它帶進來 那你帶進來的話 中後面這個就是 就是為0 就是只剩下 前面這一項 那這裡的話 就跟我們 在28A那邊 討論的時候 我們那邊還能夠 討論到那個 有表面複合的那個現象 它的這個 不同位置的 那個 少數實在的能力 它是對你 有很熱比的能力 加上 因為你照光跟外產生 這個 雕台P等這一項 因為它是一模一樣 這是第一個 我們討論一個 比較極端的Case 那另外的話 假設就是說 表面的複合屬於另外一個極端的Case 是它曲性無窮 它就是說 表面複合的情形 非常嚴重 那複合的情形如果很嚴重的話 當然 只能就是說 這裡它往下彎的情形的話 會是 非常 達到一個極限 達到一個極限的那個情形 所以 這樣子的話 你 s 如果 以無限大 它帶進來的話 那 我們先看它的這個 因為這次無限大面 裡面這一條 比較小的話 這個L1這一項 你可以把它 那個 省略 整個固域 然後你分母的話 就是剩下 TauP乘上s的話 再跟分子的TauP 也是把它 那個約掉的話 你就可以得到 下面的這個式子 而下面這個式子的話 當我們 x是在最本面 x帶進去的話 然後 那當然就是 就是等於 就是在前面這個 這個 所以 看起來的話 就是說 如果 表面負荷的情形 非常嚴重的話 其實就是說 就算你從上面 往下 GU的照光的話 它 等於是它額外產生的 那個 少數腮子的話 是 不夠應付它那個 負荷的力量 所以它這裡 會彎到就是說 剛好跟這個 TN交匯 這樣子的一些情形 OK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說 你就針對我們這一堂課 花很長時間 討論那個 綠荷的意思 然後 二邊區的這樣子 三個意思 它就是說 包括就是 從其中一個面 去照光 那我們把一些 特殊的那個 條件 帶進來 再把那個綠荷的 去檢化 然後再把一些 硬件條件 用我們做去求 就說 再把我們變成 那個大小 還有一個 這個 新的擴散 這一下 東西 有了這個擴散 產品的部分 就是說 剛再次超過這樣子的巨月說 它其實就是 額外產品的量 它都被複補掉 很多人 可以就是一樣 就是 剛剛那個 感受的感應一下 然後 然後就是最後 結果都被 因為 修德說 因為這樣的 就是 我們一部駐居 產生的那個 擴散電影的成分 那也是 最後一個 第一次的話 就是 從上下 去照光 到我們考慮 這種表面複裏 那個清晰的話 我們也是知道 就是說 可以把 兩邊去防塵師 再稍微去把它做一些 對付的變化 OK 好 我想我們還是稍微 休息一下 要以後 這樣子 很密集的塞 再多多多東西 請大家 那 我就想講一下 再稍微就是 講解一下 這一章 我們介紹的 算是 第四個 實驗有關的 這個 辦公室的實驗 那 看一下說 它這個實驗到底 如果這個實驗 可以不要知道 什麼 這個東西 我們 現在 還有 再另外一個 其他東西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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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 兩個 從 這個 那 我們知道 說 這兩個 新年齡 都在 之前 也不許 在一個 關鍵 是 那個 還是 那 首先 我們先來 看一下 實驗 的 它是 這樣子 它是 這樣子 就是說 它在 一個 人型的 半導力 實驗 我們現在主要是 在這個 半導力 實驗 它的 那個 那個 它的 就是 針對 在 這個位置 它 造一個 有光 有 特斯 也就是說 突然間的話 那個 特斯下去的話 會比較像是 在 下一個 這個 它突然間 有一個特斯超 那 我們知道說 在它 這樣子 這個特斯 降進來 這一瞬間的話 這個位置 突然間就會爆了 那個 爆量 那個 所以 它爆量的話 就會相似的 所以它可能就會跟大量的 已經很強調 有一個 可能在 這個位置 很大量的那個電動 那我們知道說 在這個時候的話 它只有對這個位置 照到 那它左右兩邊的話 就是 半導力 才要 半導力才要 剩下左右兩邊的部分的話 是沒有照到這個部分 所以 在這一瞬間 它的電動的動作的話 應該是 這裡比 左右兩邊是 多上很多 那我們就是 一樣知道就是說 既然在這個位置的電動動作 一座兩邊多 所以 它其實會 往兩邊去擴散 所以 它慢慢的話 就會就是說 過一個時間之後 會慢慢擴散之後 會變成這樣子 就像一個 小山丘 還是中間的這個 照光 或者是照比較高 或是 比較低的 它往兩邊去 那你時間 越長的話 因為 在T1 這瞬間的話 這個小山丘的話 它這裡的門路 還是比較方便 還要高的 所以 中間的這個X等於這個位置 它的變動 還是會持續的 往外去擴散 所以當T等於T2 就是時間 再過稍微再長一點的時候 它的變動門的分落 會變成這樣 T2 這個更緩的 那個 溫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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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 如果時間夠長的話 所以它的那個產生數據的話 在照光後的那個徵端時間裡面 就是沒有其他產生數據的那個情形會出現 那另外的話其實我們也會對這個半導體量去試加一個電腦 或者是不加電腦 就是說它的電腦變化量為例 我們等一下會看兩種情形 一個是說這個半導 這塊半導體要再偷下去說 是沒有再沒有試加電腦 就是右半邊這個圖的話 其實右半邊這個圖這一塊 就是跟我們可能左半邊這個這一塊 把它全部把它放掉 把它放進來吧 所以你可能加一個電腦 這個電腦可以為例 或者是有一個均勻電腦都沒有關係 那為例不管是為例也好 或是均勻電腦也好 我們都假設它這個電腦 是在這樣子的電腦設定之下 它就固定不變 比如說你不加電腦的話 你就全部到達都不要 你這個就是為例 所以不加電腦的話 它有可能不同位置的那些電腦也是 或有時候可以電腦 那你加一個均勻電腦的話 當然它在不同位置的那個電腦 都是不定的 所以我們把這兩個條件 帶回我們前面的那個地區 包括真實的話 然後發現那五項的話 如果只剩下這三項 泡泡的區域那一項不見了 另外一個叫Push Push的那一項也不見了 那剩下這樣子這三項之後 當然它同樣也是區域 原來我們這裡也稍微要 一定要去修理 就是說它在沒有加電腦之下 它球結出來是這樣子的 那當然我們這個服務重點 就是現在沒有加電腦 它的這個Push的變化階形 我們再一個快速的講一次這裡 我們這一點要延伸到加電腦的話 就是你要先了解不加電腦的關係 我們剛剛聽到說 現在X的那個位置 照光就照光就 或是耐出的階段 然後突然在X的那個位置 有大量的電動 然後它慢慢的往外面去擴散 所以它慢慢的在 比如說隨著時間的拉長 它慢慢的這個 波度會越來越緩和 那我們現在如果先施加一個 均勻電廠的話 等於是說它剛剛的這樣子的情形 就是特使下去慢慢擴散 其實還是存在喔 不過它因為有一個電廠的話 然後這些電動就會順著電廠 還是那個方向去移動 比如說我們這裡的電廠方向的話 是從左邊往右邊指的話 那它內部的電動的話 其實我們先不要把那個Push 如果說電廠這樣子去移動在這邊 比如說我們把那個電動來這裡 它就會順著電廠方向慢慢往右半邊去靠 那我們把這個 那顆電動的那個角色把它 轉換成我們剛剛提到這個Push 也就是說你照光那一瞬間Push在這裡出現 那它當然還會持續的網量去擴散 然後變成是T1T2這樣 可是它又在一個均勻電廠之下 表示這個Push這個波度 它會慢慢的往右半邊去移動 所以你看這個T1T2其實波度 跟還沒有加電廠都是一樣的 不過相對為止的話 它因為你施加了一個均勻的電廠 讓它這些電動往右半邊去移動 所以它這些Push慢慢的往右半邊去 就平過去了 所以就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那這樣子的情形其實就是說 我們剛剛前面揭出來的這個式子 你要稍微針對這個 這個X去修正 這個式子是針對沒有電廠施加的 那你施加了一個電廠之下 你可以使用嗎 修正成功 修正成功 它為什麼修正成功 因為我們知道說 你這個電廠 大家想要去影響這裏面 這個半導臉還有電線 電動它移動的速度 那你把速度去稱為那個時間的話 就是說它 在這麽長時間裏面 我們可以知道說 這個特性能從這個位置 走到這一個位置 T1T2的話 T1T2是一個比較大的時間 所以它總統的那個距離就更遠 所以就把剛剛的那個 寫分那一個式子 再稍微去把它修正一下 那我們也再回歸到 就是說 我們這裡一開始 為什麼要做這個實驗 就是說我們希望可以 透過這個實驗 直接去兩個這個N型半導致 然後它少數載子的這兩個東西 包括潛移 包括擴展性水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那個潛移率 到底是怎麼樣 那 老師這裡的話 然後就揭取我們那個 第三個那個 實驗高速 跟他 那就是一間的 其中 有段落把它拉出來 那它的實驗 包括它的實驗 包括它的那個 包括它 包括它 比較好一點點 也就是說它 同樣是針對 這一塊 拜託部長 這一塊是這裡的特性 是這樣子下 那它現在就是在裡面 施加一個 有均勻的電池 反正說 反面為接鎮 所以它 跟剛剛前面 那種 我們課本裡面的 可以說其實也是一樣 這赤子完之後 它慢慢的 這個赤子會越來越快 就是它會 相對的 它會慢慢的 去往 右半邊去 平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 計算出這個 我們要去計算出 我們要看 赤子在這裡出現 那我們就是可以去 量測說 比如說 從它原本的那個 下一個碗碳的話 它就是 我們可以看 赤子從1到2 走這段距離的話 那我們到2的時候 其實就能接到 那邊10多 其實就可以看到說 我們覺得 赤子是 走到什麼樣子的地方 那我看它就是說 從1走到2的話 也就是說 就這裡的 我可以看到從赤子 那走到 這個位置 就是走L 就是這一段 從0到 沒有這段長 如果它總共走的距離是 L那麼長 那它走L的長度內長的話 它很花 TD這樣子的那個時間 所以我們距離去處理 它從這一段 那邊的時間 就是 它本身這個 20一種的那個 那個 速度 那它這個速度 跟什麼有關係 跟它本身的 因為這個 20一種都是 電動 電動所造成的 電動 電動的東西 那電動它有自己的 那個 牽引率啊 那我們也試下來 一個我們知道的 那 從我們在牽引率 牽引率的討論後 我們知道說 牽引率層上 這個電場大概 就改成那個 在這個範圍 我們才要 移動的速度 所以 他們兩個應該是要相認的 那也透過後面這個 人質 我們稍微向一下 把這個電場 處理過來的話 其實 因為 這個L 這是我們開始設定的那個 設定的那個 碳巴的位置 我們知道這兩個 碳巴的位置 距離上面 它走的距離 那你去處理 你 施架的這個電場大小 這個電場大小 就是你給那個 平安所知道的設定 那另外的話 就是去兩側說 它從這裡 走到那裡 要花多少時間 然後帶起來之後 你就可以馬上去 計算去做 在這個範圍體材料裡面 它這個 少數在這 它的 潛移率是怎麼辦 來 所以這是我們 波特兩側第一個 可以去 獲得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 參數 一個潛移率 好 那下面的話 它同樣繼續關閉的那個 第二個 我們獲得的就是那個 擴散技術 它整個過程 其實 擴散比較明顯 所以我們從 使用一下電場這個 應該就可以看出來 它其實 為什麼會讓那個 越來越晚 就是說這些 少數實在是從 20年來的位置 慢慢往兩大去擴散 擴散這樣這個細節 所以我們其實是 針對這個 或是它 變環的那個 現象 來判讀說 這個擴散 係數到幾個大 那 但這裡的話 它這裡是做實驗出來的 一個結果 就是說 它去觀察一個 那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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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這個 風值 它去找出說 在它那個 風值 1分之1 高度 這個 這個 ΔP 這個是指它 風值的大小 然後去找它 高度 維他原來的 1分之1的位置 就是這兩個 那 這兩個 那個 距離大小 就是 根據這樣子的 這個 這個 實際的計算 他發現說這個 這樣他也是跟這個 20的距離高度 它就是存在 專值的關係 那這個 主要是跟這個 擴散係數 有關 因為你知道它 會被人變好兩方 就考慮出來 驗增 它有擴散的那個 想像發生 那我們就把它指數的這兩個東西應該是相對的話 把它拉下來稍微去做一個運算 就可以得到說這個擴散係數的話 是可以你應該說到這個20高度的X4 就能自己的這個兩兩點之間的距離Delta X 可以幫我們去處理16倍的MTD 也就是它從L Nexplanning or Xplanning的那個位置 而這裡的Delta X的話 我們要用的態勢或是要慢慢的軌勢 那個時間來就是要把它稱讚 剛才前面計算出來 或者說你有沒有提出一個X的速度 就可以得到這個MTD 那我們這邊我們馬上去 我們就是在處理這邊的一個例子 我想就是這個 例子的外面之間或是這樣子的那個 我們要去透過這個實驗區 其實雖然在剛剛的訓練過程的時候 透過一個實驗的地方 就來看應該大家會更加的理解這個實驗 還是怎麼樣 那我們還是把這個圖看一下 它就是準備一個平衡的水桶 這樣子的那個 它是N形的 那它透過這個 彈音下面的實驗 就是下面這樣子的H 分別就是說 它跟我們講這個 整個Semple的一個長度 就是這個 揮著這塊長度的畫面 這裡到這裡 上面就是可以 這個1公分 那它下看棒的位置 就是說它不可以是長度一下 那這裡是續量測到它 但是到底 總過去的話 我們在這裡看樣子 讓我們在這個波子的話 1跟2之間 那兩個看棒的 距離是別點就5公分 那它現在就是說 針對這樣子的 反而我們要它去施加一個 很均勻的那個 騙壓 但這個1不是電場的1 因為它怎麼認 隨著這種人的 那個電壓容易 所以你以為 知道說它這個力量 就有不值得 它滋留 這個電壓的話是兩億的 那我們到時候 如果要到電程的話 其實我們要把這個電壓 去輸入這個半導體 才能夠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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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它的那個 市價的電壓比我們 那它現在就是說 當這個波子 從1到2的時候 它必須要畫 5.25分 才可以從這裡 走到這裡 那它的那個 市波性量測出來的 那個在 峰值高度 expulsion 中之一的這兩點 那個delta-t 在市波性量測出來的 數據是這樣子 那它希望透過 它給我們這些 轉接的波子 計算是說 在分析無存 這個半導體質 還有裡面 那個少數實在指 它的牽液率 還有它的 正反係數的大小 所以我們這裡的話 其實牽液率比較簡單 其實是要看 它本身 從1到2 花多久的時間 那它 跟它的速度有關 它速度也跟 它的能量模擬很難 很難 所以我們看到 簡單的 可以 所以技能 很有潛移 所以它很標準的速度 有畫 這個 電動的潛移 可以乘上 它的能量 變長 很大小 那它會等於 它的 從1 走到2 的這個距離 連動的速度 它走過去 是有畫的這個時間 所以當然 如果先 1 1的話 可以 L 數以 電場 還有 它走過去的時間 好 好 那這個 L1到2 我們之間 的那個 距離 的話 上面 就在 那 下面這個 電子的話 剛好是 提到 它給我們 就是 地理上的電子 是 片壓 是這樣子的 所以 你要算出它的電子的話 我們要記得去處理它 這整塊 半條 才要 L1 長 所以 我們這個 電子 需要再 L1 就是 1公分 好 那 後面的話 就是 它時間的話 從1 走到2 是 0.25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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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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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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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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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這個雙胞蛋來 DT的話,從剛剛這裡,不知道哪裡是DT 再給DT,一分之類的 所以你就把DT,就是也要拿掉底盤 DJ相的話,帶過來 前面的這一點,比較有彈的 帶過來 先拿三層 DT DT 好,那我們就把這個數,把它再簡單 這個不要彈D的話 我們可以講它是100至700% 所以DT DT 好,我們要再一次看 那,後面的這個 L,那邊的這個長度 它是1.95 那,底下的話 DT的話 就是 那,也只要是0.25 乘上10的 負三次 然後,負三次 好,那老師剛剛在這裡 就有討論到說 其實 擴散係數跟 限於之間存在一個I子彈的關係 就是我們在 某個小年 另外一天 稍微提告一下 就說 那應該是哪個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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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關鍵式就是我們的擴散係數去除雲的前一級率呢 他們兩個之間會是對Q分之可以做的 那我就把這裡計算出來的兩個把它稍微帶進來一下試試看自己的Q分之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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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邊計算出來的結果的話 它的確也是符合這個 大概是它的關係是這兩個之間的問題 所以通過這個實驗的話 其實就可以直接去兩側數座 在這一塊半導體財號裡面 它的掃售在它的那個前一律 還有它的擴散係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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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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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